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孙悟空大叫声 哭了 疼了收了铁巴就跑 猪八戒一看事情无妙 也拖着爬撤身而退 孙悟空抱着头 痛得大叫 厉害 厉害 猪八戒到跟前问道 哥哥 你怎么正站到好处 却就叫苦连天地走了 孙悟空只叫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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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八戒笑道 只这等镜术长夸口 说你的头是修炼过的 却怎么就不禁这一下门 孙悟空道 我这头自从修炼成真 到时那盘桃先就 老子金丹 大闹天宫时 又被玉帝刹大力鬼王 二十八秀 压父到游宫处处站 那些神将是刀斧锤剑 雷打火烧 其老子把我鞍鱼巴挂炉 锻炼四十九日 剧烈伤损 今日不知这妇人用的是什么兵器 把老孙头弄伤也 看看 孙悟空多硬的头 平时经常夸海口谁都伤不了 叫猪八戒用钉把砸过 叫铁扇公主重剑砍过 都没皱个眉 但遇到这个兵器 却直接给他刺穿了 猪八戒还在笑孙悟空 但在第二天战斗中 被人家一下扎中嘴唇 一下肿得连他妈都不认识他 但后来他们听观音讲了一段话之后 就不再惭愧了 观音告诉他们 这妖精十分厉害 他们三股叉是生成的两只前脚 扎人痛者 赤尾上一个钩子 换作倒马毒 本身是个鞋子精 他前者在雷音寺听佛谈经 如来见了 不可用手推他一把 他就转过钩子 把如来左手中拇指上扎了一下 如来也疼难尽 急着金刚拿他 他却在这里 我也是尽他不得 从观音讲话中 我们看到 连如来那么牛叉的人物 都被他屁股上的刺刺伤了 连观音都尽他不得 所以他们被刺伤 根本不丢人 在西游中 这也是伤了如来的武器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 他也是西游最厉害的武器